时政网站网络公民没能提供充分理由 解释为什么不能够完整的申报资金来源 而被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吊销经营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的执照 资讯媒体局表示 网络公民将不能够继续在网站和社交媒体刊登文章 并且必须在9月16号下午3点前停用账号 网络公民也不能够在网上经营任何新服务 一旦违规当局或限制网民接触它的页面 网络公民继续经营有关业务也将构成刑事罪 负责人可被追究法律责任 当局强调本地时政网站必须申报资金的来源 防止外国势力影响本地政治